前副首相纳多斯里阿末扎西的 健康思维基金会贪腐实信案 今天继续自变环节 面对控方不断重复相同的提问 原本老神在在的阿末扎西也沉不住气 斥责控方企图令他坠入陷阱 然而本案副检察斯哈里斯却反驳指控 强调反复追问不过是为了验证证词 以找出真相 双方你来我往使得法庭充满了交锋的火药味 在健康思维基金会官司中 被控47项贪腐及失信罪名的被告 前副首相阿末扎西 今天在吉伦坡高庭的审讯中继续自变 代表控方的副检察司哈里斯 频频追问被告是否记得收取基金会支票的细节 阿末扎西则不断以信任两个字 来解释自己为何不记得详情 当哈里斯询问扎西是否告诉基金会的律师 自己忘了带支票副本 所以交代银行出纳员 直接将支票交到他手中 扎西则回应 相关支票一共有三个不同的日期 他不可能一一记得 况且接收款项之后 可以在银行月结单对照详情 所以没有留意 然而哈里斯对扎西的回答不满意 换个方式再追问对方同一件事 这就惹恼了扎西 当庭发飙谴责控方反复盘问 是想要套话令他坠入失言的陷阱 扎西强调既然捐款者将善款发给基金会律师 那么就应该相信这份善意 再追问对方身份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对于扎西的控诉 哈里斯则沉住气回应 法庭是寻求公益的地方 自然会将所有的证据摊开来询问 无关套话与否 尽管扎西的律师郑保德提出抗议 要求将哈里斯的回应记录在案 不过法官柯林却还假说 控方的说法也是依循扎西的观点 较后审讯也触及扎西在2017年 动用基金会的定期存款 购买雪州绿野山庄的两栋别墅 以便改建为宗教研究中心 扎西解释 他之所以在定存期满之前 就急着提出590万令吉资金购乌 是因为绿野山庄业者 单司理李金友 当时提供给他们的折扣期限很短促 他进一步说明 李金友当年急着支付所得税 所以答应以低于1200万令吉的市价 脱售两栋别墅 控方随即质问 扎西答应接手别墅 是否纯粹为了帮李金友脱困 而不是志在慈善 扎西则斩钉截铁否认控方的揣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